阿拉伯語小教室 歡迎來到多安點阿拉伯的YouTube 我是茲菲 今天呢30秒學阿拉伯語的阿拉伯語小教室 是要教大家旅遊的時候非常實用的餐廳篇 而且呢我認為啊在旅遊的時候 你學習了一些當地的語言 能夠在旅行的時候派上用場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而且啊也蠻帥氣的 所以這一篇呢主要是針對餐廳的情境 那配上最後呢會教大家一些基本的單字 所以大家可以排列組合去應用 想必呢大家希望有一天帶過來的時候都會用得上 那在開始之前呢請別忘記幫我按上小鈴鐺追蹤訂閱 也別忘記鎖定Instagram和Facebook有更多的即時動態喔 那我們就一起學習吧 第一個呢要教大家的是 請問有菜單嗎 請問有菜單嗎 那我們有時候會需要知道說有英文菜單嗎 所以就是 第一個要教大家是我要跟我不要 這邊會教大家兩種方式 就是一種是正統阿拉伯語一種是方言 那正統阿拉伯語的話呢就是 就是 壹壹壹 壹壹壹 那一份吉他 ĺ lá壹壹壹 就是我不要什么什么 ĺ lá壹壹 壹 壹 我不要壹 方言的话我觉得比较简单 之前在30秒学阿拉夫妻的小教室 有跟大家提过 我 要是 壹 壹 壹 那我不要是 妈 壹 壹 壹 妈 壹 壹 壹 所以同样的喔 壹 壹 壹 是壹的意思 所以我要餅就是 bitty hoops 那我不要的話就是 ma bitty hoops 第三個呢要教大家的是 有沒有什麼東西 就你要問服務生說 欸你們有沒有這個東西 那我這邊要教大家是一個比較簡單的方式 有點像是英文的就是 Do you have water or do you have something? 但是do you的那個問句 我們其實就用一揚頓挫來代替就好了 所以這邊要教大家的是 Fee這個字的本身 我其實會把它翻成in 就是in somewhere的那個in 那它這邊呢其實就是當作 就是你們這邊有這個東西嗎 用中文的話就是有這個東西嗎 Fee 那這邊的一揚頓挫呢 就會代表是肯定句或者是疑問句 比如說你今天要問說 欸有沒有可樂 Fee cook 就是有可樂嗎 那店員就會回答你說 Fee就是有的 那沒有什麼的話就是 Mafi Mafi 所以再一次喔 有什麼東西就是 Fee 就是一個問句 語調會上揚 那沒有的話呢就是 Mafi Mafi 再來呢就可以開始客製化你的餐點啦 比如說你想要一點點什麼 或者是 呃不要什麼東西 再來就是 多一點 這時候呢客製化我覺得最有趣了 因為你可以進一步的要求你的餐點 我覺得是一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 所以呢 當你要說一點點就是 水水 水水這個字其實應該蠻常聽到 它可以使用的範圍非常廣 比如說你要叫人家慢一點啊 或者是 呃緩一點 他也可以用水水 那這邊呢在點餐的時候水水就是 呃指的說我這東西我可能要一點點 就是水水 水水 那不要 完全不要就是 Bidun Bidun 有時候他們加很多糖 你完全不想要加糖 就是Bidun Sukha Bidun Sukha Bidun Sukha 那你要多一點什麼的話呢 就叫做 Aksa Aksa 再一次喔 假如是一點點的話呢 就是 水水 水水 那假如你完全不要什麼的話呢 就是 Bidun Bidun 那你要多一點的話就是 Aksa Aksa 水水 Bidun Aksa 最後呢你吃完飯要結帳 這時候你就要請店員拿帳單啊 帳單本身叫做 Hisab Hisab 這時候呢 他們通常會比出一個手勢 就是 這樣 對 你就看著店員然後比這樣子 他其實就知道你要拿帳單了 那 你要問他說 這個當然多少錢 就是 Kam el Hisab Kam el Hisab Kam本身是 多少錢 How much Kam el Hisab Kam el Hisab How much is this bill How much is this bill Kam el Hisab 大家都記住了嗎 所以從我們一剛開始的是 Halp le zek Ko ima el ton Bi inglesiya 你有英文的菜單嗎 那第二個呢 就是我們要進一步要點餐了 就是 Urit moi 我要一杯水 Ma Urit moi 我不需要水 比較簡單的就是 Biddy Biddy hoops 我要 Biddy hoops 我不要 Ma Biddy Ma Biddy Ma Biddy 第三個呢 是 有什麼嗎 Fee 沒有 Ma Fee Ma Fee Ma Fee 第四個呢 是你要開始客製化 所以從一點點 Shoy shoy 到完全不要 Biddy 最後呢 你要更多 Ak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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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吃完結束以後呢 你要拿賬單 賬單 Hissab Hissab Come and Hissab How much is this big 剛剛教的那些東西啊 我覺得很棒的是 你都可以學了其他單字以後 去替換裡面 你可能會使用到的情境 所以呢 這邊會教大家一些 基本上在餐廳常常使用到的單字 所以第一個呢 就是 G The judge The judge U Summuk Summuk 肉 La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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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這邊會是指牛肉 所以肉或是牛肉就叫做Lahem Lahem 羊肉的話呢 就是 Lahem Haru 豬肉的話呢 就是 Lahem Hanzir Lahem Hanzir 糖 Su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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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鹽 M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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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椒 Fel Fel Hur F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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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chen Fel Fel Hur Fel Hur Fel 不要辣椒 不要糖 或是多一點糖 有鹽巴嗎 那希望今天這一課有幫助到大家 我覺得都還蠻實用的啦 那喜歡今天阿拉伯的小教室的話 請幫我按上小鈴鐺追蹤訂閱 也別忘記鎖定 多一點阿拉伯的Instagram 以及Facebook有更多的即時動態 還有那多一點的阿拉伯 30秒阿拉伯的小教室 我們下次見 掰掰